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种很急的压回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老船长此话怎讲很简单 我常讲股市跟人生 它几乎是一样的道理 哪方面一样呢 人性 你把老船长的这两个字 写在脸上 三天不要洗脸 保你记住 老船长你就讲讲看 我看哪里是人性 盘中这样子杀 你会不会怕 结果没有死 那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有 我不常举例吗 我们现在到电影院去看电影 看到一半 突然间有人说 有蛇啊 或者是怎么样 失火啦 有炸弹 诸如此类的事情 大家站起来往外冲的时候 那完了 那个时候你有理智 你会判断 到底要不要跑或怎么样 或是不要去践踏到别人啊 把别人都踩死了 你有理智没有用 为什么 别人没有理智啊 你有理智 搞不好你被踩在最下面 也对啊 老船长 那个时候逃命就对了 哇 大家就讲失火好了 往外面跑 以前就有这个例子 结果怎么样 烧死了一堆的人啊 看个电影 被火烧死 如果按照顺序啊 快速的离开的话 可能啊 死伤人数不多 甚至没有 但是因为大家在挤啊 挤的结果呢 很多人啊 就被踩死了 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 在一个人性惧怕 我觉得我们很 我们说来到股市 不是贪婪跟恐惧 没有办法克服吗 你怕嘛 对不对 你在戏院你怕被烧死 当然往外冲啊 不冲到时候就完了 对不对 那股票市场也是一样啊 在杀的过程当中 你心里就会开始幻想 哇等会要大跌了怎么办 先跑先赢 对 没错吧 因为这个又创历史新高嘛 这个最高点 往下开始杀你怕不怕 你怕嘛 因为你的名字叫散户嘛 杀完以后发现怎么样 误会一场 好像怎么样 没有跌 还涨了六十几点 量也没有报到四千多亿 也还好三千六百多亿 可是在当下 你是忍不住的 又或者怎么样 你去追啊 今天早上追在最高点了 很多股票有没有 哇你追得很高 然后杀下来套住啊 所以我说股票市场来到历史新高附近的时候 这一种震荡是叫做非常正常 但你记住老船长讲的一句话 现在是大多头的格局啊 震荡如果杀低的时候 你一定要保持冷静 你不要怎么样杀在相对的低档 或者是在冲的时候 你又追在相对的高档 那老船长我们应该怎么办 你就平常心嘛 因为大家都有机会轮到嘛 像有些股票今天标起来 哇大家好棒喔 结果呢 原来套了18个月了 今天解套 那有什么用啊 过去18个月 你有买吗 你有参与吗 有的早就也被洗下车了 那这种股票就沦为 今天收盘以后 投顾节目老师 拿出来表演的工具嘛 我讲的对不对 我随便举个例子 汉讯 我说这种就投机股嘛 对不对 你自己看 你的老师带你买这里的 对不对 带你停损在这里 你这样就差不多毕业了嘛 你就是因为交了会费 跟到猪脑袋老师啊 对不对 追最高杀最低 然后棒棒两根涨停板 这个涨停板也没什么意义啦 就是比特币啊 哇不得了啦 这五万美金啊 创新高啦 那买这种公司干什么呢 公司赚鸭蛋 一毛钱都没有赚 看到没有 去年应该也是亏损 来股票市场 不要玩这种公司啊 你说它的股价在一二十块 那就算了 对不对 一百多块 今天这种涨停也没什么意义啦 搞不好过两天又跌停了 不要去玩这种股票 那你如果交了会费 你参加哪个老师不知道 他带你买汉讯 就怎么样 买在最高杀在最低 叫做什么 追在猪头山 杀在阿呆股 然后呢 你就再去工作 一二三四五六年 再回来 再回来 现在工作不好找 我已经讲过了 对不对 那你还不如老老实实的 开大门走正路 买比较好的股票 那老船长 什么叫做买比较好的股票 很简单嘛 我不常教你们吗 这个最简单的 小学生 国小二三年级 我交一次就会 把股价除以预估的EPS 这个估字不要漏 最重要就这个字 这整个公式 最重要就这个字 估 对不对 这一除的结果 就是本益比 在中国大陆 他们叫市盈率 我们这边叫本益比 听得懂吗 那中国大陆叫市盈率嘛 那他们那个股票 有时候一除出来 结果因为公司 根本就没赚钱 没有办法除 对不对 我说过这个叫分母嘛 这叫分子 国小就有教你了 分母为0的话 不能够计算 对不对 除非你念到大学 大学为积分 就分母为0的时候 可以用为分 听得懂吗 那才有意义啊 那国小的时候 分母不能为0嘛 这样很好记嘛 那就说你就没有办法算本益比 因为分母为0怎么算 那为什么分母为0呢 预估EPS 公司根本赚鸭蛋 没有赚钱啊 要怎么除啊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计算本益比的时候 或者是怎么样 你的EPS很小 国小数学啊 要不要我教 你这个EPS很小 那你股价一除 当然就变得本益比很大 那本益比越高越不好嘛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越少 除出来的话 这个就越大 这个小学数学 你如果再来不会的话 我也没办法教你 所以这个越小越不好 对不对 所以本益比越高 当然越不好嘛 那你怎么样买股票 你就是要买之前 你的老师如果叫你买 对不对 你自己也要稍微看一下 这公司亏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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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赚过钱 现在也还在亏 我的老师叫我买 就像叫你买汉讯 那股价高高的EPS是鸭蛋的负的 没有办法算本益比的 叫你买 为什么 把你当白老鼠 因为那个时候在炒比特币很飙啊 对不对 然后来招收会员 看到没有 是不是 死这一段就你在死的 他一样荷包满满嘛 现在又来了 又在搞这一套了 这种股票不要去玩啦 因为台北股市有1700八百档股票 如果台北股市只有一档股票叫汉讯 那就跟他拼了啦 对不对 没有东西可以买了嘛 问题不是嘛 所以有没有道德操守的分析师 你从这边就可以看出来了 那当然啦 很多散户朋友这些都不懂 那他带会员去买 他也不可能在节目上说 我把我的会员当猪脑袋 对不对 然后把他们当白老鼠 在试验 他当然不能这么讲 那他怎么讲呢 涨的时候拿出来说 你看我会员大赚 赔的时候就不讲 然后默默的停损 在最低档 我希望金牛年你不要再跟着大魔头了 可以吗 你都几十岁的人了 你也是算有钱的人 帮你做什么股票呢 是吧 那你好不容易在社会上 你可能在工作上很杰出 或是在其他方面很棒 然后你有了一些资产 然后你来投资股票 可能这一块你比较陌生 但是看人你总会吧 你不懂股票你总会看人吧 什么叫看人啊老船长 所以你看节目的时候 那个每天在讲涨停板的 然后每天说他永远都对的 他的股票 你从礼拜一看你 到礼拜五看他节目 每一天的股票都不一样 因为每一天涨的都不一样 他都讲不一样的 然后他讲的都是刚好当天大涨的 你不觉得太巧了吗 觉不觉得 觉得老船长 所以你就好骗嘛 那请问这跟股票专不专业 有什么关系 这跟你私人不亲 这件事情才有关系嘛 所以你们要学会怎么样 当然你的心不要被魔鬼占据 你不贪心的时候 别人很难骗到你 那我一开始节目就讲 这个盘人人有机会 你不要急 就算今天很多股票大涨 那也是怎么样 整理很久了嘛 那人家苦哈哈在跌的时候 你也没有参与过啊 那你的股票一天不涨没有关系 你稍微有点耐性嘛 像我昨天就讲 我说这个股票 昨天国具很夯啊 大家都跪下来膜拜 说国具多好 我说国具三四百块 甚至五百块也不错 六百多你要小心啊 六百多的国具 你就要稍微小心 我昨天他大涨的时候我就照讲 那昨天追待最高的观众朋友 你心里想想看 我讲的对不对 但昨天大家还在歌功颂德啊 被动元件 我说因为我们放年假的时候 人家日本发生大地震 被动元件呢 生产出了一些的影响 被动元件全面大涨 华星哥昨天不是锁掌庭吗 你看一堆头顾老师在那边讲 看图说故事 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些头顾分析师 最厉害的看家本领 好不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不要走开 I will be back 古海茫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顶尖领航者 古海老船长 我们拥有阵容最强的IR团队 提供您上市上柜第一手讯息 我们拥有日夜盘最先进 王冠AI智慧系统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关键 故得投顾老船长 是您古海中的一盏明灯 故得投顾咨询电话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财专家 故得投顾 我们拥有一流证券 期货分析师阵容 多空双向操作 为您累积财富 兼容市场汇居多变 您需要更全瞻 更专业的团队 但您避开风险再创财富巅峰 故得投顾洽询电话 0800-555-808 好那我下半段的节目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今年是金牛年 你一定要有一个 心里面要有一个策略出来 就说我大部分的资金 要放在哪一个区块 它是有机会涨一倍以上的 你话听清楚了吧 我这边跟你讲的是分析 不是画饼 不一样 什么叫画饼 画饼就是节目完了之后 叫你赶快来参加会员 一定会带你赚一倍两倍三倍 就一堆猪脑袋就相信了 就去参加 你知道 不可思议 只要随便 台湾的分析师 只要在节目里面讲 赶快来找我带你赚几倍 然后你就打电话去加入 你是神经病啊 那简直是比猪脑袋还要笨 他用讲的你就信了 你看他的节目 你曾经 假设你 好了被骗了 你参加之后 你曾经在他的节目看过 他讲一档股票 然后延续性讲 那这股票也延续性涨 要涨一倍 你知道要讲多几天几集节目 你知道吗 没有老船长 我看他的节目都是 每一天的股票内容都不一样 所以你就被骗 这很简单 我常常讲 走过币留下痕迹 现在网路很发达 YouTube 你要看几月几号 哪一集的都有 点出来 对不对 一看就知道 他是不是在鬼扯淡了 那 我为什么跟你们讲说 金牛年 你一定要有个主轴出来 因为 现在的指数叫做 一万六千多点 叫做台北股市的历史新高 那历史新高 顾名思义就是说 很多的股票都已经涨上来 都大涨了 都在相对比较高的地方了 再上去 好像老船长照你这样讲 好像也有限吧 对啊 你怎么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把我跟你讲的话 好好想一遍 搞不好你鸡皮疙瘩都会起来 你每天还在那边很嗨哇 大多头大多头 一万六千多点 历史新高 你大部分的钱要压哪里 你告诉谷海老船长 压那个已经到末端的 老船长你这样讲的话 我们现在很想要听你讲 那你讲讲看 大部分的资金要压哪里 当然需要压那个怎么样 还有机会翻倍的 抓到了老船长 你前面讲的牛头不对马嘴 你说这边很危险的 再涨有限 该涨的股票都涨上来了 还要再涨至少一倍两倍三倍的 这种机会 那你不是金光党党主席吗 老船长 所以你有点耐心 不然你看我这一集节目干什么 你今天看我这一集节目 表示你这个人还不错 修得还不错 你没有一三五二四六 或是只有假日才看小弟的节目 那我也不吝啬 我就直接跟你分析 我刚才不是有跟你们讲这个东西吗 这个骗不了人 这个东西没有办法骗人的 因为国小二三年级就看得懂 你现在做股票 你就把你要买的股票的股价放在分子 然后预估的EPS放在分母 你就会除出来一个叫本益比的 你现在手上股票几十档 你老师叫你买的 今天我的节目看完 你就一只一只除 老船长预估的EPS 我们不会估 那不会估那就没办法算你倒霉 对不对 但是有一点你至少可以问一下你的老师 你叫我买的这八档全部都套牢套死 然后公司根本就没有赚钱的EPS 没有办法估出来 那老船长说这种没有本益比的不能买 你看你老师怎么回答 他就开始洗你 乖 不要相信老船长 对不对 他懂什么呢 然后你又被他洗过去了 那我就没办法救你 好 那我举例 大家知道我这个测标写的 面板 今天量缩 我们看一下 先看群创 群创今天比友达强一咪咪 他从昨天的三十万张缩到十六万张 今天收平盘 这就一个字就解盘解完了 叫做洗 三点水再一个仙 叫做洗 对吧 那严格来说这个也是洗 昨天二十二万张 今天十六万张 这股票都是量缩在洗 他量一出来就要大涨 涨到哪里呢 大摩外资 友达看二十二 群创看十九 那你相不相信随便你 这个大摩不是我开的 人家公司有分析师 有研究机构 那你也不要说 他们讲的我都不信 那不好意思 我问一下 请问你是谁 你比整个大摩机构还厉害 那我当然给你拍拍手 你如果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散户朋友 你加减相信他一下 老船长 你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我也相信 那老船长 你看外资讲什么 你就做什么 你就相信 我当然不是 因为我刚才不是有教你们这个吗 对啊 我们现在来做个实验 友达今天收盘多少 十六块四 你叫你的儿子或女儿 这边写十六点四 十六点四 去除以今年预估的EPS 外资看两块多 我们算两块就好 十六点四除以二 你会不会算 你如果不会算的话 你真的要请你儿子跟女儿帮你算 十六点四除以二 等于八点二 会不会 本益比是八点二倍 台北股市创历史新高 还有股票 名门正派的 大股本的 本益比 八点二倍 你不要怀疑 因为其实 本益比的精神就在这一个字而已 就只有这一个字 估 那估一定是指未来嘛 就是指今年2021年 今年2021年 你不用估啦 因为你根本不会估啦 我们都不要估 外资机构会估 EPS 二点多 我们算二就好 算出来本益比八点二倍 那我说过大盘本益比已经几十倍了 台积电本益比三十几倍 联电的本益比大概三十倍 那联发科呢也都是几十倍啊 没有十倍以下的 这样你懂了吧 所以如果说我常讲友达走联电的路 他的本益比也拉到二十到三十倍的话 那你看他股价要涨到哪里 所以我说大摩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很客气 他应该是估近期的 中长线估今年整年 友达的目标价跟群创 我认为没有那么保守 那我们现在来做结论 我刚刚讲什么 我说金牛年你大部分的资产 不要放错地方 你要放那个有机会翻倍的 你现在相信我讲的吧 这个是有根据的 不要开玩笑 他股价叫十六点四 预估就是二点多今年 你可以自己去查 本益比算出来连十倍都不到 那就算他翻一倍又怎么样 我们先不要讲翻一倍嘛 光看这个测标大摩给的 这空间先来个二三十%跑不掉 对不对 然后你在那边盘中在追 今天涨这个你追 航运股又去追 追完又套 之前跌得要死 你们还得不到教训 是吧 疫情已经渐渐缓和下来了 航运股不可能天天过年 你还听不懂 你要买的是今年会大好的 面板股一季 今年一季估要赚一百亿 难道是我讲的吗 所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 在股票市场 我们要看的是未来 为什么有些人来到股市会 开名车住豪宅 他都是在看未来 未来就根据这个字估 预估的本益比 听得懂吗 你就可以算出来什么股票 现在已经到高档 像台积电 你把台积电六百多 处于他的今年的预估的EPS 算出来本益比三十几倍 三十几倍 你叫他再涨一倍 要涨到本益比六七十倍 不可能嘛 大家明白意思吗 你当然是要去找 那个本益比很低的嘛 老船长原来是这样子 现在本益比会很低 代表怎么样 他由亏转赢了 这样你明白吗 然后散户朋友 一张十几块的股票 你可以负担得起 我坐在这边一直在讲联发科大力光 你听得都睡着了 你连一张都买不起 干什么 没意义嘛 那你说大户看不看得上眼呢 大户有达可以买几万张啊 就像我朋友联电十几块买了四万多张啊 发财啦 对 难怪人家住地保 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格局啊 你到了一定的身份地位 你的钱 到了一定的水准的时候 你的格局自然跟散户会不一样 你永远在那边对不对 每天买这个买两三张 那个套了几十支 你永远都散户啊 你要懂得重压 那重压呢 今天老船长教你们 预估的本益比算出来 友达这个面板股 尤其是现在量缩了 他一旦在放量的时候 你看外资每天都在买超 一旦放量的时候 万一他走联电的路 联电涨三倍 三倍三倍 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讲三次啊 后悔了吧 现在时光倒流 联电十几块 你要不要压房子买 铁定要压老船长 问题是我告诉你 不好意思 时间不会倒流 但是成功的模式可不可以复制 可以 尤其在股票市场 要找到一档 像联电这样子 大型股哦 大型股哦 有亏转赢哦 赚两块多的哦 左看看右看看 只剩下有达一支啊 好像也是刚好十几块 那金牛年你可以不 把你主要的资产 放在这个地方吗 你把我的话好好想一想 你不要今天冒出什么 要涨厅 你再去追 然后昨天国际追完 今天又小套了 那怎么办 万一他一整理 又是好几个月 老船长真的 因为国际你的本益比 已经不低了嘛 所以你现在要压 就要压本益比低的 我这一集 我真的拜托大家 老船长很少 我很诚意 拜托大家 把这个视频传出去 那你高兴的话 帮小弟按个赞 给自己种点福田 这一集很重要 教会你所有的亲朋好友 那今年他也可能会因为 我今天这一集 而怎么样 翻身大赚 赚倍数多好 那你是不是做了一件 很棒的善事呢 今天都不用打电话进来 今天把打电话进来的时间 把影片传播出去 我感谢大家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拜拜 拜拜 by bwd6